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 我是沙西 今天来抢两碗菜 这是豆角 大家知道为什么叫抢吗 这可是我种的 但是也叫抢 这是豌豆角 它本来不是吃这种 拼的 不是吃豆角的 本来是吃豌豆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 趁它还没有成熟之前 吃点这个豆角 等它老了之后就吃不了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刚才我不说了是抢吗 因为等这个豌豆稍微成熟一点 很多鸟儿就会来吃了 所以你根本吃不了 趁它们还看不上的时候 我们先吃点豆角吧 不然辛辛苦苦种了一下 是吧 豆角都吃不了 终于逃来可以炒一盘了 现在农村终点这种豆类啊 是吧 真的是不容易了 工作慢了 你吃都吃不上 像我们这边呢 现在小麦是没人敢种的了 那个东西鸟儿更爱吃 可能是一颗你也吃不到 所以现在我们正 甚至我们信我估计也没人 没人种了小麦 吃的那些面可能就是外面 外面弄回来的 没看到有人种小麦了 以前我们这里还会还会种的 现在都不敢种了 什么野鸡啊是吧 鸟 特别是那种小鸟 太多了 所以是吧 不容易啊 大家看看我的豆角怎么样 是不是挺嫩的 差不多了 中路了 回家弄饭吃了 朋友们再见了